《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好了 大功告成 阿姨 你看新潮太漂亮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这是我店最新设计的原创发型 您的发型可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就是说 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潮美女 太好了 我要马上回家 让大家看一看 欢迎再来 我来为您设计一款新发型 一定能让您成为万众瞩目的教育 总有那么多人不能理解我的艺术 别担心 你看阿姨和她的家人就能理解 怎么样 漂亮吧 这个 好像有点眼熟 老婆 你刚才就是这样走回家的吗 是啊 路上的回头率是百分之百呢 可以想想 你们这都是什么表情 难道不好看吗 不不不不 好看 好看 实在是太新潮了 对 新潮的简直超越国际标准 就是嘛 人家说了 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设计 懂不懂 可以想象 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好发型 还要好好保养 我的群喷护发色了 老爸 我知道 你的意思是 绝不能再让妈妈这个样子出去见人 不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一定要阻止浩浩一回来就说出真话来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绝不能立刻让妈妈知道那发型有多可怕 我明白了 好好向来口无遮拦 如果她看到了妈妈的发型 好好是个诚实的孩子 该怎么才能阻止她说出真话呢 那眼睛怎么今天偏偏那么早就回家了 对 快出去再玩两个钟头 都什么事了 不要这么凶的对好好嘛 好好 太奶奶这里有些钱 你再去买点零食 都玩一会儿吧 太奶奶 以你的智慧 怎么也会用这样的方法哄我呢 小孩子不要这么多疑嘛 太奶奶是哄你 太奶奶也疼疼我吧 不要添乱了 你 再去玩两个钟头 回来后不管看到什么也不许说话 听到了没有啊 我明白了 家里一定是藏了不可高人的东西 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还是该告诉浩浩真相 这样才好统一口径嘛 还是叔叔好 到底是什么事呢 阿姨在哪儿呢 浩浩也回来了 快来看看 阿姨的心发型多漂亮 啊 绿怪人 绿怪人 绿怪人是什么 还好她从不看动漫 就是动画片里的大怪物啊 阿姨你居然不知道 阿姨你居然不知道 阿姨 一定是有人在谈论我们的作品了 我们很快就要出名了 大家都看到了 妈妈需要一段时间来疗伤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这对浩浩说了就可以了吗 就是 小孩子迟早应该明白 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 我做错了什么吗 浩浩 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不过有时候话不能那么说 难道我应该说谎吗 对 必要的时候就是要说谎 这叫做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就是说 为了不至于让家人受伤 你可以换种方式说话 喀 这就是你没有说谎话的后果 究竟什么样的谎言才是善意的呢 鲜花 鲜花 你有好多花败 小鸟啊 你有好多羽毛 好好 有事吗 说说的事做得好好啊 真的吗 我终于又多了一个粉丝了 看来 看来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看来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这味道怎么怪怪的 哇 阿姨的汤味道好香哦 满屋子都能闻得到 真的吗 看来是我自己要求太高了 哦 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哇 小鸟姐姐 这么复杂的电视剧 你也能看得懂啊 这 这很复杂吗 当然了 这证明你好聪明啊 那当然 原来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太奶奶 你的皮肤保养得好好哦 这也是善意的谎言嘛 你说呢 我回来了 大鸟姐姐 你太辛苦了 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最能干的大姐姐 那当然了 姐 你高兴的太早了 好好去拿我们练习善意的谎言 都怪你 小白小孩子 我怎么知道好好那么勤学苦练呢 姐姐 你夸我勤学苦练是真的吗 不是善意的谎言吧 最近 好好很用心的在学习说善意的谎言 我们首先要对她的这种勤学苦练的精神给予鼓励 那真的算是善意的谎言吗 更像是赤裸裸的讽刺 说反话 本来是我的专利 现在被好好抢先了 我又做错了什么吗 刚才你们还在夸我勤学苦练呢 孩子 善意的谎言一旦说了 就不该让对方知道是谎言 对 这要说完就立刻揭穿 必不说还要伤人 我明白了 书包 我已经看到我的书包了 什么学生啊 连书包都找不到 在书架上 老婆 我们给你们出发吧 我先走了 我要迟到了 太可惜了 大家都这么忙 我连一个说善意谎言的机会都没有 哎呀 干嘛那么急呀 把原本就紧张的气氛搞得更紧张 好 来 帮姐姐看看 姐姐的形象有没有问题啊 怎么会有问题呢 简直是非常完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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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成功了 说善意的谎言 我真是很有天赋 老板 快点 我们赶时间 马上就好 好 浩浩来了 正好 来尝一尝 这种新口味的鸡翅好吃不 怎么 不好吃吗 不不不 很好吃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炸鸡 试验成功 赶快把这份炸鸡分装 顾客们都等急了 嗯 嗯 破 顾客们一定是放错调料了 怎么好心说善意的谎言 还得吃这么难吃的鸡翅啊 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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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翅太难吃了 我们要退货 退货 退货 怎么会是这样 这是我们刚刚实验成功的新口味 天呐 我们一定是把捡面当成面粉了 好好说好吃的 善意的谎言 让我来处理 你们不就是要退货吗 吵什么 都排好队 排好队 不排队的 一力不给退钱 到底 你这是怎么了 就是 你简直比你妈还能咆哮 都是好好 看到我裙子后面戴了一张纸巾也不提醒我 害我因为不注意形象而被扣了工资一千块 就随着一张纸巾没有了 天呐 又是善意的谎言惹的祸 菜味不得是要下去了 妈妈做的菜越来越好吃了 尤其是这一盘 是啊 这盘菜的味道很独特 小迪你慢点吃 给大家留一点嘛 好好怎么不吃 你不喜欢吗 太好吃了 我不好意思吃 让给你们吃吧 好好真是个乖孩子 我们要商量一下浩浩的问题 对 浩浩我们一致同意 还是让你恢复本色的好 恢复本色 小孩子还是应该实话实说 以后你再也不用说善意的谎言了 真的吗 这就对了 小孩子还是不要学大人的弯弯绕 太好了 我好想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觉得好吃的那道菜里面有猫粮 猫粮 对 我看到阿姨把猫粮当佐料放进去了 说实话的感觉真好啊